高雄这名男子因为感情上的问题 他喝了酒 情绪失控 拿着剃刀上街挥舞 而且还画上了自己 警方后报之后赶到现场 这名男子还挥刀感人 幸好这远警的反应很激紧 顺利的将他压制 而且将他手中的刀给夺走 把他送治疗 幸好没有答案 我们的同事从后面 后方上 等于是夺走他右手的这个剃刀部分 男子被远警团团包围 手上拿的刀被夺下 远警把人带往路边问话 但男子却不愿配合 不断挣扎想逃脱 最后三名远警合力将他围住 他才安分坐下 这个男子在路上 就是有大汗 而且他也有喝酒 所以产生他的情绪 非常的不稳定 这名无姓男子因为和女友吵架 就后情绪失控 持剃刀在马路上挥舞 不小心砍伤自己 还在远警制服上留下血手印 让警方哭笑不得 我们同仁 经过一方面好言相劝 一方面注意他的动作 那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就上前来夺下他的刀子 整起事件发生在8月19号下午 最后男子终于被警方制服 送医治疗 索性没有大碍 记者谢嘉玲 高雄报道